Hi! My name is Kyle 今天要來稍微整理一下我們的房間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房間到底有什麼神奇的攝影器材 因為我們主要目的是 我想要把我所有的器材列出來列一個清單 所以我們就順便來整理一下房間 反正我們的房間就給它整理乾淨 讓東西更有條理的放到該有的位置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來整理吧 OK!那我們第一個來整理 這就是我們門口進來第一個小角落 這裡就是放一些小小的襪子帽子啊一些東西 那這一層呢是放一些已經壞掉的攝影器材 像是有相機的機頂蓋啊 或者是有什麼相機的任何配件 什麼壞掉的器材都在這邊 那上面這裡就是一些什麼紀念品之類的 那我就想說我們把全部就是用吸塵器把它清乾淨 然後來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目前看起來是頗亂的 看來我是低估了整理房間的困難性 那我覺得應該是要整理還蠻久的 因為你看我現在整理兩個小時 我才整理好這一小格的礦間 我房間這麼大 這一小格我就整理兩個小時 那我們就先來分享這一格裡面有的東西 那我就挑幾項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東西來跟它的分享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超級酷炫的鏡頭蓋 這個是Canon Logo耶 這個是超級古老的Canon Logo 竟然我還找得到他們的鏡頭蓋 那這個還Made in Japan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保存這個神奇的 原始Canon Logo的鏡頭蓋耶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鏡頭接環 這個是鏡頭跟相機之間的那個接環 這還非常非常的扎實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啦 這一定是鏡頭故障你才會有的東西 所以還蠻值得保留的 好啦 下一個我們來分享超小容量的記憶卡 這兩張記憶卡真的是超級瘋狂 你看這裡有一張Nokia的128Mbps 這大概存個兩張照片就存滿了吧 那這裡還有一個更誇張的Canon的記憶卡 而且是16Mbps 16Mbps是連一張照片都存不了的狀態耶 這個超級誇張的小 這個我也不知道 這是幾百年前的東西啊 竟然有16Mbps的記憶卡 現在都滿128Gb起跳了 這個16Mbps到底要存什麼東西 接下來再來分享一些更酷炫的東西 這些是相機裡面的快門模組 機械快門 那雖然現在已經慢慢走向數位就是 電子快門的部分 但是這種機械快門還是蠻酷的 你自己看 它還是可以作動喔 這兩組快門為什麼會壞掉呢 因為我們在大太陽下面拍攝縮時攝影 就給它快門鈴就燒毀耶 所以就有一些變形 所以我們的相機就有故障顯示 所以我們就換了兩組的快門 接下來又有更酷炫的東西 這裡有三組的相機機頂模組 那這機頂模組就是快門按鈕在這裡 然後你的設定快門的按鈕 然後一些設定按鈕 還有你的功能模式按鈕 旋鈕啦 都在這裡 還有一個閃光燈 可以跳起來 我記得可以壓什麼東西讓它跳起來 可愛的閃光燈就給它跳起來 那三組的機頂模組為什麼會 會有三次呢 就是有一個應該是泡到海水 然後一個可能是被果汁破到 所以就有一些旋鈕有問題 那第三個呢 我也到底發生什麼事 應該是閃光燈的問題啦 就閃光燈跳不起來 我就去維修 但是修到現在 我第四個 現在是新的第四個 閃光燈還是跳不起來 所以就應該是通病吧 就是閃光燈就是不想跳起來 那我也沒差 反正我現在都離機閃 或者是夾機頂閃光燈 就不需要用到這個 內建的閃光燈啦 三組的機頂模組 這很貴耶 這一組就要一萬多塊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這樣子我手上就三萬多塊的垃圾 當然要做好紀念啦 你看還有一個這個潮蝦 這是相機的機身耶 這個 我也忘記它到底是哪裡壞掉 反正我們就有更換過這個東西 那我也記得我有更換過那個 旁邊的耳機孔跟麥克風孔 因為它也被我插爆 我的相機真的是很可憐 全部都被我用爆 你看 這樣子就已經幾乎要主產一台相機了 超俠 OK那分享差不多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我們的 剛剛拿下來的所有東西 然後再想辦法 正期的擺放到這個展示櫃上面 OK那我們這一層的展示櫃已經整理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整理上面跟下面的東西 盡量今天把這整個整理完 這比我想像中還要揪很多很多很多 在這一櫃子我就用了五個多小時 超瞎 所以如果我要把整個房間整理好 全部安排好位置的話 肯定需要好幾天 反正這個 這個角落完成啦 那我們就改天再去整理一下其他地方 因為現在已經晚上了 該睡覺啦